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法念 所以我们什么樱花师会 那时候大学生什么樱花师会 我帮他们朗诵 他们都得请我吃饭 所以那个时候也朗诵过欧阳江和老师的这个 偶像当然好 可是偶像还是一时 真的重要在于说 比方说我现在带的一些研究生 有些也以欧阳先生的作品 他的创作作为博士论文研究 这个才是永恒的 他变成一个被研究的对象 这个表示说他不仅是偶像 偶像都会红跟不红 对不对 这是文学的重要的部分 但是这个欧阳老师 您看啊 我一见您呢 我一下子就想起 和我们20多年前 但是这20多年间呢 这个世人们的命运 应该发生了很大变化 包括你个人的 个人的和历史命运 整个群体的命运 你现在回顾这20多年 从当年诗歌在80年代那么火 到今天这种诗人圈里 有没有失落感 我觉得恰好是回归正常 诗人不应该那么火 诗歌是一个少数人的 他使用的是少数人的语言 比较复杂的语言 他应该坚持不要具有那种 被大众这个宠啊 或者被大众消费啊 他不应该有这样一种性质 那么80年代 我觉得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娱乐 所以这个诗歌 占据这个地位 我觉得那个位置 那个被关注位置 反而不是很正常 反而不是很正常 我觉得现在回归正常 而且可能在不同 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 欧阳所说的 让我想起北岛 北岛因为在香港住了好久 谈到在香港写诗 好多人就担心 香港不读书 不读文字 你写诗更冷门 是不是很痛苦 那北岛就说 不是啊 最快乐的地方当诗人 因为在香港 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把我 也没有人把我视为偶像 所以我可以做回一个诗人 安安静静的 找一个地方写诗 我觉得在不同的空间 诗人追求这语言的纯粹 你说这个北岛呢 我又想起另一个文学人物 也是很多人的精神偶像 王小波 为什么今天说起他呢 4月11号 王小波的忌日 他就是20年了 去世20年 20年前的4月11号 他这个心脏病 突发心脏病 我见过他生前那个照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看他照片 我就有一种 好像觉得他呼吸不畅的那种感觉 他这个神情 您跟王小波有过往 我当然有 而且就是在他差不多逝世前一个多月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就在我们有一个新诗发布会 我的第一本诗集 在那个北京的丰路松书店 那么我们有一个六本诗集 好像四本六本 我忘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本诗集 然后我 那个参加完那个发布会 第二天就去德国了 我去德国待了半年 回来 王小波已经不在人间了 那么王小波当时在我们那个发布会的现场 我们有一个对话 当然那个王小波是站在听众的这个位置里 但是有人 我们有一个诗歌批评家 叫唐小杜 他介绍我认识王小波 那王小波非常感觉有点 人在那站着 但是好像又在这个之外的某一个地方 直升旗外的那样一种感觉 所以王小波 后来我读他的小说真有那种感觉 他在他的小说里面 又在小说之外 这个王小波的这种气质 非常有意思 那你当时讲了什么 把他气死 我们 没有 我们整个在谈我们诗歌 跟很多观众对话 王小波站在那个 观众听众席里面 然后一个问题都没提 但是我们在会议开始之前 他要读介绍我认识 我跟他聊了几句 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诗 我问他读过我什么诗 他说了几首诗 什么玻璃共产汉语之间 你觉得这个人读过 有些这个人们啊 就是特别迷一个人 我觉得好像原因呢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你比如说 每到4月1号 就有很多人纪念张国荣 当然了 我也很迷张国荣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王小波 每一年不断的被人提起 好像总有一些 4月11号 心里就是对他有一个纪念 你觉得王小波 对于这些人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小波的使用的语言 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我们这个时代流行 官方那个文学的那种流行汉语 它是另一种语言 带有一种奇异 一种意志性 一种就是 就不同的质地的 对不同质地的 和那个 那个就是一种 带有一种修正性的 就他要矫正什么东西 而且他最反对的东西 就是无聊 他说过他的文学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任务 就是要制止 修正我们这个时代的无聊 要有趣 要有趣 但是他的那个汉语 非常硬朗 他的汉语 他使用的 尤其在黄金时代里面 他使用的那种汉语 是一种滔滔不绝的 具有整体性的 一朗的汉语 一种男子汉的汉语 非常有意思 那么他的思想呢 他的思想 更多的是来自 这个英国的 这种 欧洲 对 罗素的 这样一种 他经常提到罗素 对 他跟那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 喜欢使用的 比如谈到民主 谈到西方 使用的这个美国思想 他不是 他也不是欧洲 比如说不是德国 或者法国 他是英国的 带有一种冷静的 自嘲的 反省的 这样一种 理性的 这样一种东西 理性 讲常识的 讲常识 所以当时看到社会上 没有那么多玄学 对 看到这个当年 政治年代的时候 很多这种荒诞 荒谬之处 但是这个江河老师 我请你要假如 带入王小波 就是今天我们的 这么一个 也算是汉语时代 对吧 互联网发展下的 这样一个我们平常 使用的这个语言 包括今天的很多 社会的这个 风土人情 假如是王小波 活到了今天 你觉得他会 怎么看今天 这个时代 我现在没有办法 取代他 但是我觉得王小波 一开始我谈到 他那个气质 既是他人的气质 又是他文学的气质 他是统一的 就是直升其间 又直升其外的 这样一种气质 会让他保持一种 得体的 有分寸感的 冷静的 和直升其外的 这样一种 旁观者的 这样一种目光 他会不会被这种 狂欢的乱世的 这种东西给 把头捞搅乱 他会使用一种 带有 镇静剂的 清醒剂的 这样一种 汉语 来 和我们 读者 对话 那家辉 你看今天的这个 互联网上 人们所闻 所见的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一种 举国若狂的感觉 我觉得 在过去六七十年 中国没有一个阶段 不是举国若狂 不管是新建国的时候 还是文革年代之后 开放改革都狂 说回 那个 王小波 我那时候 我没有迷 我就为香港人 我的文学滋养 是在台湾那个部分 也是把诗人 作为偶像 正仇与余光中 仰慕 豹家他们书 是叫的 炮牛牛妹 是送诗的 想想 家辉兄 还有这样一个阶段 当然 把余光中的诗买了 我觉得你小说里面 没看出这一点 我觉得你小说里面 特别狠 特别有整体感 有分量 真没有想到 还有色情的部分 色情的 非常 这是看余光中 看回来的 可是后来人是会变的 后来我比较沉迷 李银河 李银河还是我偶像 SM 然后 就是那个 我觉得 我好奇 诗人 我碰到一些 当时年轻的诗人 他们后来在网络年代 好喜欢玩 他们特别在香港 玩Facebook 脸书 玩Twitter 然后都很迷人 轻轻三言两语 把那个语言 放出来 那把人勾引的 不得了 然后另外一些 也透过这样 重新透过网路 来了解 什么是诗 以前没地方发表 年轻人 没有年轻人 不是诗人的 你说你以前 你除了看 你还写吗 你写过诗吧 每一个谈恋爱 都写诗 就是那个 有了平台给他们 我觉得这些诗的 我不晓得我外行 我感觉是黄金年代的起头了 以后可能培养新一代的语言使用 曾经有这么一种看法 就是说 唐诗诵词 圆曲 说今天的这个流行歌 今天流行歌 写的好的歌词 就是今天的诗歌 您同意这种看法 香港的文化中 特别迷人的一面 就是他的流行歌曲 他的电影 包括他的有一部分小说 那么这个流行歌曲 香港的流行歌曲 我们都听着 香港流行歌曲长大的 然后香港的这个流行歌曲 他的电影里面 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怀 是这个 我觉得是香港文化中 特别迷人的一面 我也是一个香港文化的一个粉丝 就是因为这种东西 他的这个情怀 在我们内地的文学里面很少 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很少有 那情怀假如真的是有的话 我觉得说 因为有自由言论的空间 大概百无禁忌 不管你里面的内容 多么正经 多么黄 像我的书 你都可以表达 可是相对 我不晓得 奥阳先生的经验 我们香港人写作 我感觉经常会被 那个是有委屈的 为什么 被北方 我们香港以北 我们要视为北方 不管你哪里来 那个瞧不起 为什么瞧不起 我太有经验了 比方说我们在香港 写了文章 是香港出书 里面难免会用一些香港话 粤语等等 然后在北方出内地版的时候 总有编辑要求我们改 我说根本要改 他说这是方言 然后我们就很生气 总之说 从莫言到书 同到甲平 挖王安一 没有人没思过用方言写作 为什么他们不用改 我香港人要改 那个香港的 因为香港的 这个南方话 它粤语 这也是香港文学 比较迷人的地方 也是它的可能就是 让那个编辑们 头痛的地方 就是如果广东话写成文字以后 人们阅读就读不懂 但是其实它迷人也在这 就是它保持了一种 那个中文语言的地方性 这是它特别好的 重点它要我们改 像甲平蛙写那个琴枪 就很多莫言 三东话 也写出来可能读不懂了 里面呢 我的经验是说 北方的编辑先假设什么 因为你是香港人 所以你一定是控制不了中文 规范汉语 所以呢 你就只好用广东话 所以就要改 他不会相信 这是我们一个语言的选择 那是选择 我知道 是一个文学性的选择 我觉得你谈到这个问题 实际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看啊 就是我能欣赏 因为我能讲广东话 所以他那些个字 加了口字边那些字 我都能听懂 我都能读得出来 可是呢 按说呢 原汁原味总是最好的 但是你比如说 像张爱玲这个海上花 他当年呢 是完全是那个原本的那个海上花 就是上海花 韩帮庆吧 好像叫 像韩那个人 上海花 蝴蝴蝶 对 他那个叫苏白 苏白化 就苏州的白化 为什么张爱玲又把它实际上改成了 带有苏白味道的普通话 或者一般的咱们的中文 就是因为那个苏白啊 我们完全看不懂了 就是那个苏白也能写成字 他那个就完全看不懂 所以其实张爱玲也做了一个转译的一个工作 你包括这个东西啊 有的时候是 你比如说甲平花 他假如用了一些陕西农村方言呢 看在我们大陆一般读者还是能读懂的 但是你像那个金宇成吧 写繁花的那种 繁花 上海那个 上海 他要真的完全写成上海话 我们也看不懂了 所以他是掌握一个分寸 有那个味道 但是呢 其他地区的读者是能读懂 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文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困惑 就我们写诗的 尤其像我这样坚持写小众的诗歌 复杂的诗歌 不太容易被人读懂的诗歌的时候 我没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因为诗歌和文学永远面对这个困惑 就是一个背反 一个矛盾 就是什么呢 诗歌和文学一样 都是在文学的最深处使用的是一种少数人的语言 但是呢 要表达的那个诗意 那个主题 那个回答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 他又有一种公共性 那么在诗意表达的公共性和表达这种公共性 你使用的语言是少数人语言 这个中间地方的个人的语言 这个中间有一个矛盾 有一个背反 有一个张力 您说到这个懂不懂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您这个诗人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中间里面的数字 给予分数人的不懂 有一个人的不懂 那边有一个人的不懂 三人的不懂 一个人的不懂 因为在这种方法 那就说到懂不懂啊 我就问您欧阳老师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 诗看有些纯文学的诗 呃 外行人好像看不懂 对这个看得懂看不懂 诗歌您怎么看 这个懂和不懂的诗歌困扰我们写 现在诗的人已经 呃 从我们写诗到现在困扰了几十年 对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哈 就是认为 因为一般人不会拿懂 还是不懂去烦那个中国古典诗 其实他们写的是更难懂 一样屈原的诗经的东西太难懂了 对 但是他们古典诗歌获得了 诗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特权 就可以就这么写 我就你不懂就是不懂 那是你的问题 读者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 因为这个古诗里面是一个文化身份 文化记忆 你不懂那说明你的 这个身份修养都还有问题 不但是呢 如果你读现代诗你读不懂 那问题不在读者 而在我们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现代诗还 当代诗歌还没有获得这种 可以按照你不懂的 这种办法去写的 然后这样一种特权 还没有获得 而且时间太短了 对 而且最近呢 我看到您跟那个德国一位汉学家 顾斌先生 顾斌也上过我们这个节目 对 你们有一个对谈 我对你其中讲的一些啊 挺感兴趣 就是说 站在你这个对语言非常讲究的人看来 呃 你有一个标题叫做受伤的汉语 嗯 你觉得今天的汉语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很大的问题 他那个 呃 不是他这个 被这样一种 比如说 那个新华社文体 那一种宣传的党派的语言 使用过之后 然后他就具有大量的这种 呃 政治的一种呃 因素的一种 压抑的东西 呃 一种没有得到释放的不自由的 不够柔软的东西 还有一种 其实甚至是一种虚假的东西 然后还有商业的资本的这个介入以后 呃 大量的浮夸的广告的东西 呃 然后还有包括 新宁鸡汤的制作 嗯 之后 这个 比如像远方这种概念 像多元这种概念 像这个 这个温柔 美感 这种概念 都变成了一种 带有商品性质的 被制作过的这样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使用的语言 呃 那语言已经是 一种距离 汉语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 相去甚远的 这样一种东西了 他已经 作为 汉语的那个 私信的 那种大地的那种精神 人的 直理 人的存在 根底的 这个已经相去甚远 已经被 我 我认为哈 我可能比较极端 我认为已经误入歧途了 语言变得肮脏 语言变得累赘 语言变得 呃 短视和这个 暴躁和焦虑 而且伴随很多语言的暴力 嗯 这个这个 这都是语言的问题 诶 而人的存在 他不仅仅只说 我有了一个存在 有了 发生了一个事件 然后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存在 其实语言本身 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诶 怎么理解 诶 人是 语言就是人的存在 诶 这个 有一个 法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哲学家 叫做拉康 他有过一个说法 他说 呃 人 呃 就事实 不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而是词语的 嗯 呃 其实人的存在 不说你长什么样子 你多大年龄 挣多少钱 有多 多大的官当 啊 呃 有多少 这个多高的学位 这当然也是人的存在的 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那个 人其实很大的成 成那个存在方式是 讲什么样的语言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看法 呃 自己的思想 那么这也是人的存在的一种 基本的标准 所以我也听过人讲那么一句话 说这个政治上的腐败 往往是从语言上的腐败开始的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们就讲这个大跃进的时候 嗯 先是语言腐败嘛 你比如说什么 母产上万斤 对 跟上级撒谎 明明母产一千斤 说母产上万斤 你看这是个虚构的 它不存在的 但是呢 这就是 他但是他这种说假话的这个语言 就像今天中国人就说完全是个假的国家了 这假的国家 这么可能存在呢 是靠语言存在的 你说出来的假话 重复重复重复 遍地都是 就变成一种存在 变成像是真的 刚说到拉康 就像维根斯坦说嘛 我们以前也讲过 他说那个 我们语言的边界 这是我们世界的边界 我们语言到哪里 世界就到哪里 这样你说起这个 让我想起 不是有个书 每一次一过一阵 只要很火吗 1984 所以1984电影什么都有 电视剧什么都有 最近又火了 前一个礼拜 美国还全国 31个州的电影院 同一天放1984 这是一个创举 来讽刺特朗普 所谓的 特朗普 所谓的宁内真相 说起1984 好多人马上想到 那句话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老大哥在看着你 记得吗 有一个电影 在监控 现在实现了 可是重点不在那边 我们去看1984 你懂看的人 就知道 1984说 他对你的控制 不是这样监控 当然现在更糟糕了 不仅监控 是你自己给自己 投身进去的 你让出了你的隐私 对 现在重点在说 1984说的 这是语言 因为他记得吗 要double think 双重思考 自由就是奴役 战争就是和平 然后还有什么 新语 new speak 对不对 要修改语言 当你能够 全部把语言删去了 让你连想着 造反的语言都没有 一开始里面 那主人翁 就躲在家里 在电瓶的监控下 偷偷地写预计 写不出来 为什么 他连独白的语言都没有 他连什么叫做 造反 这个概念叫语言都没有 连自己对自己说话 都没有语言的时候 控制就成功 所以语言就是 就是一切 对 所以我当时 去一下广告语言 一箱箱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的 来 欧阳老师您接着说 然后呢 我就想起 刚才你讲到 我跟顾斌先生那次对话 我们谈到这个 当时引用 就是在二战之后 有一个德国 一个诗人叫艾许 他提出一个命题 叫做 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德语 因为他认为 二战以后 对德国最大的破坏 是破坏了德语 而德语 被葛培尔那样使用之后 他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 就变成真理 所以那个 德语遭到的破坏 特别严重 所以为了夺回真正意义上的 德国的那种生活方式 恢复德国人的良知 最大的一个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重新学习德语 那么我现在也提出 我在我的最近的 一个常诗叫做 这个大师大飞 里面提出这个 必须重新学习中文 必须重新学习汉语 因为这是我们的 一种存在方式 向哪里学习呢 向 向我们 自己的 向我们自己的传统 向我们的古汉语 向我们这个 所有人类共有的 良心的东西 良知的东西 向我们的 向无知甚至 向愚蠢 向我们的痛感学习 甚至向黑暗学习 这个学习是 就是向所有 具有诗意的 公共性的 但是又是 少数人的东西 学习 使用我们的 半神的语言 使用我们的 这个 这个不妥协的 具有奇异的 敢于说出 不的这种语言 具有一种崇高感 而这种崇高感 是一种诗歌意义上的 崇高感 不是一种 比如说 被制作过的 被这个 比如说 世俗政治 被媒体意识形态 被心灵鸡汤 制作的那种东西 不容易啊 像干为 自由柔软 疼痛的东西 我明白您的意思 您像这个 像干我们这行的 那天就在聊 说这个 为什么有的人说话 有穿透力 有的人说话 说了半天 你都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就是说啊 摸着心 说话不一样 就是 你说话的时候啊 是不是从心出发 你的痛感 你的心 就讲心里话 今天呢 很多人讲的是 叫空话 套话 您像就像您说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 演讲的节目的一个评委 你就会看到 大多数都是几个套路 对 对吧 他们视线被规定好了 被规定好了 你要达到这样 首先要有另外一套语言的想象 他连哪一套都没有 我看到那些年轻人说是 你讲某些话 就用某些语言 甚至语调 一定是用那个演讲体 CCTV体 对 那种就是一种 视线被规定好的神学奖